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南方面强力反制 今天派遣四周武装船舰赴事发海域巡逸 海南三十二艘赴南沙捕捞鼓船即将进入捕鱼海域 计划明天开始作业 日本自民党高官大放决词称 参拜庆国神社是日本内政 若因中韩反对而成指 日本就完了 越南首都河内街头 行人每日上演跨栏绝技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来看详细内容 此次菲律宾公务船射杀台湾渔民事件引发了台湾各界的哗然 当局也多次表达严正的抗议和谴责 不过菲律宾政府迄今仍然没有证实的道歉 马英九十一号晚上对菲律宾发出了最后的通牒 强调如果七十二个小时内非方不回应将实施制裁 马英九十一号晚间召开高层安全会议 向菲律宾政府提出严正要求 包括正式道歉 赔偿损失 尽快彻查事实 严惩凶手等 从五月十二号临时起算 七十二小时内如果没有获得菲律宾政府正面回应 将采取三项抗议措施 冻结非劳的申请 要求菲律宾驻台代表返回非国 协助妥善处理本案 以及召回台湾驻菲律宾代表 台北市新北市也向菲律宾方面施压 台北市长郝龙斌宣布停止对非交流 明年龙洲赛的时候 台北市都邀请菲律宾的派对来参加 来跟我们谈道歉赔偿的事情 要不然这个活动我们暂缓 新北市长朱立伦则表示 断绝与非方的一切往来 连逞凶手之前我们不会做任何的接触跟往来 台湾渔民被无辜射杀 台湾蓝绿各界也是展现一致立场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11号对外界表示 全力支持马英九的主张 对于当局的行动方案 民进党也会全力支持一致对外 在台湾各界要求政府强硬起来的一致呼声当中 马英九对菲律宾方面下了72小时最后通牒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 这些制裁措施也只是第一波 如果菲律宾方面持续没有正面回应 当局很快就会推出第二波的制裁措施 所以现在事态是否会进一步复杂 全看菲律宾方面做何回应 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发生菲律宾公共船射杀台湾渔民的事件之后 台湾海巡部门与海军今天出动了四艘船舰 共同组成联合舰队前往释发海域加强巡弋 每艘舰艇上面都配有20毫米的机炮 此前台湾海巡部门就宣布每天将会加派大型的巡防舰船护鱼 12号增派的是2000吨级的台南舰 台南舰是多功能的巡防舰 航速最高可达24节 去航力达到7500海里 台湾海巡部门就表示了说一旦发现对台湾渔船开枪的菲律宾公物船 绝不退缩 将近最大的努力把这艘公物船带回台湾 敏感时刻 台湾与菲律宾的网军早已经是阵风相对了 继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网军一度瘫痪菲律宾政府网站之后 12号上午马英九办公室网站也一度被攻陷 攻击证实是来自菲律宾的 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李嘉飞证实 台多个官方单位网站以及少部分民间企业网站 12号上午发生故障 警察IP位置发现是来自菲律宾的组断式服务攻击 但只是针对外部组织定位攻击网站内部 攻击造成的网络贪款持续近一个小时 目前已经完全恢复正常 对于该起事件李嘉飞说 已经通报台资讯安全办公室由他们统一处理 也会要求政府各单位加强注意网络安全 菲律宾射杀台湾域民事件发生之后 从10号晚间开始 一大批菲律宾政府机构及企业网站遭到攻击 网民无法正常登陆浏览 虽然非官方尚未查明这次网络攻击源头 但有菲律宾媒体怀疑是台湾网民 针对菲律宾实施的报复行动 台湾媒体也报道称 台湾网友群情激愤 有人组织发起了这轮网络攻势 台湾当局就渔民被射杀一事 向菲律宾发出了72小时的最后通牒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不过菲律宾官方至今仍然没有做出明确的回应 台湾驻菲律宾代表处12号 在接受本台记者电话专访时 对菲律宾的处理手法表示质疑 并且重申 如果非方不把台湾人民当一回事 台湾不排除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可能性 对于台湾方面发出的72小时最后通牒 菲律宾政府12号继续保持沉默 我们通过手机短信 尝试联络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陈显达 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而总统府副发言人瓦尔特 在接受当地媒体访问时 更直接表示我们暂时不做回应 台湾驻菲律宾代表处当天继续开会 商讨相关事宜 代表处一位不变公开姓名的新闻官 在接受我们电话采访时透露 办事处每天都会跟菲律宾政府保持联系 但即至目前对方仍未做明确表态 对于有消息称 菲律宾官员都忙于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 因此耽误了对事件的处理 这位新闻官就表示不满 从媒体上看了很多他们选举的重大的事件 但是我想我们菲律宾 菲律宾他们的公务船 对于开枪射击台湾的煤武装置 船跟渔民导致渔民的死亡 这个事情也是重大的事情 我想这是不同的性质 所以管道都很长重 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进一步的什么明确性的话 而对于台湾方面日趋升级的反制措施 新闻官就表示 台湾已经清楚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希望菲律宾政府能够尽快妥善的处理事件 如果非方继续拖延 台湾舆论有可能持续反弹 进而迫使政府采取进一步举措 他们这种处理的态度 跟还有答复的 还有这样的这个实在是我们 难怪会让整个 台湾呢几乎是民调来讲 几乎是80%都是表示严重的抗议 那么如果是说菲律宾政府 不把我们台湾人民当一回事 那不要说我们政府 连一般老百姓 那个群情激愤起来 压力压到政府 非有强硬的作为不可 那只有我们就停掉 尤其是它这个事情 涉及到人民的事情 它不处理 它不做妥善的 积极的处理 我们现在不敢密测 会不会有进一步的这种情况 此外新闻官还透露 台湾和菲律宾的经贸合作 与文化交流 近年来一直较为密切 如果非方在这问题上处理不当 双方关系有可能严重受损 他举例称 目前菲律宾有近10万名外劳 在台湾工作 办事处每天还要处理 200至250份赴台工作申请 因此菲律宾对台湾方面的诉求 会做出怎样的回应 关系重大 其实在过去十多年间 台湾渔民曾多次遭到 菲律宾方面的驱逐和扣押 2006年更有意味台湾渔民 同样遭到非方射杀 不过由于近年来 南海主权争议问题 在地区内日趋严重 台湾舆论对这次事件的反应 也是空前激烈 有分析认为 菲律宾方面对事件存在 战略误判 低估了事件的负面影响 如果再不妥善处理 积极应对 很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 央视记者来自菲律宾 马尼拉的报道 惨刀菲律宾海岸警卫 对射杀的台湾船只 被剪出了50多处弹口 非方如此肆无忌惮的 对台湾渔民动粗 其暴行性质极为恶劣 然而菲律宾政府还错上加错 事后多方狡辩 对案件调查也一拖再拖 甚至迟迟不肯道歉 试问 非方究竟要错到什么时候 1.菲律宾对海岸警卫队野蛮使用暴力 如何解释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不分青红皂白 对台湾渔船射击 导致一名船员重弹死亡后 菲律宾公务船 仍继续追赶扫射台湾渔船 致使船上设备严重损毁 失去动力 依据国际法 攻击非武装渔船 是非常严重的违法行径 就算船只涉嫌在领海内 从事非法行为 政府船舰最多只能驱除代附 绝不能任意开火射杀 除了国际公认的海盗 没有任何例外 况且依据国际法 维护严海渔民生存权的惯例 即使在战争期间 也不得剥夺渔民的生存权 更不用说在非战争时期 无端开枪射杀渔民 试问 菲律宾如何解释 海岸警卫队过度使用暴力 对付手无寸铁的台湾渔民的 也蛮行为 二 菲律宾官方事后多方狡辩 百般拖延 是否为了开脱责任 菲律宾执法部门 先是相继否认与事件有染 然后由菲律宾韩警卫队出面承认 向台湾渔船开火 但便称 非方系向渔船器械开火 目的是为迫使船只 无法继续作业 并坚称 如果有人员死亡 我们表示同情 但不会因此道歉 十一号 菲律宾警卫队发言人称 已掌握了记录事件经过的视频录下 但调查尚未正式开始 所以不便对本公开 既然非方便称 韩警卫队开枪 是对台湾渔船挑衅行为的回应 为何迟迟不肯着手调查 并公布事情真相 三 非方声称 事发地点位于菲律宾水域 是否有意强行宣示管辖权 事发地点在中国台湾屏东县 俄兰比一东南方 约170海里处 属台湾与菲律宾渔业重结海域 但非方声称 事发地点位于菲律宾水域 非方海岸警卫队开火逼停 飞法渔船 是履行自己的职责 对于尚未明确化解 存在管辖真理的海域 非方是否企图依靠致命武力 宣示对有关海域拥有管辖权 人民日报刊文指出 绝不允许菲律宾 违反国际法在海上撒野 对尚未化解海域搞一家说了算 菲律宾方面应拿出诚意 对事件进行认真调查 以实际行动 维护南海局势的安宁与稳定 菲律宾方面的所作所为 不但激起了中国海峡两岸 一致强烈的谴责 甚至引发了非本国民众的强烈质疑 许多菲律宾人12号 通过网上跟帖 对非官方诸多说辞表示质疑 批评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枪杀渔民立下了恶劣县力 菲律宾主要新闻媒体网站 三分报道 台湾打算就渔船遭射击事件 采取抗议措施的消息 引起了菲律宾网民的热烈讨论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10号曾经指责 是台湾渔船先试图撞击菲律宾公务船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人员出于自卫 才开枪警告并射击船上机器 有网民指出 从照片上看到 台湾渔船的大小只是菲律宾公务船的领头 有关渔船试图撞击菲律宾公务船只的说法 不可自已 还有网民表示 说15吨的小渔船 要撞全副武装的海岸警卫队公务船 同时被枪击52次 谁还会相信这些谎言呢 有网民批评到 菲律宾主张和平解决南海争端 如今杀人无疑是自打嘴巴 事发至今 菲律宾警卫队一直拒绝道歉 仅对遇难台湾渔民的家属表示同行 这也让菲律宾网民觉得费解 有网民质问 道个歉为什么这么难 毕竟在联合国或任何法庭 都没有法律会准许枪杀手无寸铁的渔民 对于菲律宾总统府表示 将由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负责调查这起事件 有网民表示担忧 怎么能让犯罪分子的自家人去调查 这绝非寻求正义的姿态 必须进行独立调查 还有网民颇为忧心的说 我们打开了潘多拉摩河 最终我们自己会受伤 因为我们是一个寻岛国家 法新社12号报道 菲律宾13号将会迎来中期选举的正式投票 然而就在选举的前夜 菲律宾南部再度爆出了多起选举相关的袭击事件 一共导致了5人死亡 一名电台记者被绑架 近年来选举暴力已经成为了菲律宾的政治伤痛 每到重要的选举时期 各种暴力袭击流血冲突 人员死亡都数以百计 仅2009年11月发生在马金达脑省的一起政治屠杀案 就造成包括31名新闻工作者在内的57人死亡 震惊世界 我们继续来关注海南32艘渔船组队到南沙打鱼的最新消息 经过近7天的航行 今天上午的10点 船队航行到了东京110度 北纬7度附近的海域 距离三亚大约是1100多公里 即将进入捕鱼区域 计划在明天开始作业 据介绍到达作业海域之后 渔船将会采用拖网流刺下钩等方式 以综合捕给船为中心的方圆50海里的范围内进行捕捞 目前准备工作都已就绪 近日南京军区空军航空兵某团歼10战机首次实施带有战术背景的超密集型编队二次空中加油训练 所有参训的歼10战机按作战条件下有限的安全空域和时间和国产某型加油机一次对接成功 上午8点36分 双击歼10编队从华东某机场起飞 第二批次双击歼10编队随后升空 四机将在空中组成超密集队型编队拦截来袭敌机 30分钟后 一架国产某型加油机从数百公里外空军某机场准时起飞 和歼10战机在预定空域会合进行加授游 9点40分 四机编队中的两架歼10战机和加油机 首先在4000米空中气流相对稳定的高度组成加授游编队 高度好 速度好 开水对接 明白 对接成功 飞机跟飞机距离太近 它会产生涡流影响 我们需要一直搬着杆修正 越靠近追套 飞机更加不稳定 需要我们一直在操控 训练全程按照作战条件下加授游的时间要求 专门划定不到100公里的飞行航线 四架歼10战机必须在划定的安全航线上 完成从对接到加油到脱离的全部动作 在这个距离内 每架战机的对接时间平均只有一分多钟 9点46分 成功加注航游的四架歼10战机退出加油航线 奔赴新的空域 40分钟后完成对地突防突击训练科目的四架歼10战机 退出作战空域进行第二次空中加油 进入战区前要加一次游 中间完成一次作战 退出来加一次游 再回去战场 进入重新投入战场 中午11点36分 随着最后一架歼10战机的平稳着陆 南京军区空军航空兵某团 当天六个架次带有战术背景的超密集队型编队 二次空中加油训练完美收场 今天东海舰队远海训练舰艇编队将会离开西太平洋海域 昨天编队完成了综合补给训练 远洋补给的多种方案预案得到了进一步的检验 此次补给采取横向补给的方式 淮化舰占领补给阵位后 树油管从千岛湖舰中段补给缓缓伸出 在淮化舰官兵精确操作下一次对接成功 开始进行游岛补给 横向补给中 两舰需要保持稳定航向 航速和航间距离难度较大 与此同时 由于处于加寿油状态中的舰艇 机动受限 防卫能力相对薄弱 编队佛山舰一直在千岛湖舰侧后方 担负警戒任务 两舰密切配合 顺利完成了补给训练 随后千岛湖与佛山舰进行横向补给训练 淮化舰担负警戒任务 这一次主要补给了油和淡水 海上编队增合补给训练目的 在于检验海上补给的组织指挥流程和方案预案 提高增合补给舰在复杂条件下 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 补给之前编队还在淮化舰上 组织开展了未勤保障演练 模拟舰员战伤急需手术 随见医疗小组立即展开医疗救护 对受伤舰员进行手术治疗 提高未勤保障能力 据NHK12号的报道 日本海上保安厅12号发布了 2013海上保安报告 报告当中的临海警戒现状特级 首次聚焦了中国公共船巡航的钓鱼岛的情况 以及日方的应对情况 海上保安报告是日本海上保安厅的 业务业绩年度报告 预计今年的将会发行8000份 报道称 日本海上保安厅从2001年起 每年在海上保安日 及5月12号发行一次海上保安报告 在12号发布的2013年度海上保安报告中 首次将中国钓鱼岛的警戒情况作为特级报道 该报告称 自去年9月 日本对钓鱼岛实施所谓的国有化后 中国公共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的巡航成为常态 且巡航时间有越来越长的倾向 今年 日本海保及日本媒体 对中国公共船巡航钓鱼岛予以密切关注 屡次宣称中国侵犯日本领海 事实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反复强调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中国的海间船只在钓鱼岛领海进行逆行维权巡航 是行驶管辖权的正常公务活动 此外 今年的海上保安报告还搜录了日方巡逻船船员的首计 船员认为 虽然目前中日两国船只处于对峙状态 但将来应该能够发展成为友好状态 船员还写道 我过去接触到的中国人都很直爽友好 衷心希望能够构筑发展的日中关系 据NHK12号的报道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内主管政策制定的最高干部 政调会长高氏扫苗当天表示 将会继续参拜靖国神社 并且大放决辞称 如果因为中韩等国的反对而停止参拜 日本就完了 包括高氏扫苗在内的168名日本国会议员 上个月参拜了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引起中韩等国强烈抗议 高氏12号却态度强硬 对此狡辩称这是日本的内政 此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及内阁官方长官菅义委 也曾分别表态称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妄言其具有所谓的政党性 就靖国神社问题中国外交部已多次指出 这一问题事关日本的当政者能否坦诚面对自己国家的过去 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 能否尊重受害国人民的感情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扫行表示 如果日本领导人将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和殖民统治 视为以以自豪的历史和传统 企图挑战二战结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日本将永远走不出历史的阴影 日本同亚洲邻国的关系将没有未来 据韩联社的报道 韩国政府12号表示计划在朝韩非军事区建设世界和平公园 该地区是横跨朝鲜半岛中部的军事缓冲区 由于周边重兵把守 半个多世纪几乎是无人涉足 意外成为了蕴藏不少宾威动植物的保护 报道称 韩国总统朴景会8号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时提出了这一构想 其先决条件是与朝鲜进行协商 目前韩方正研究具体实施方案 但有分析认为 在韩朝关系陷入江渠的大背景下 要想成功推行这一计划并不容易 首先要改善与朝鲜的关系 非军事区附近布满了火炮 开征事业上军事最为紧张的边界第一 因此很难说服朝鲜解除该区域的军事防御 其次要获得非军事区的管理机构 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同意 朝韩非军事区DMZ 是横贯朝鲜霸岛中部的军事缓冲区 根据1953年7月27号签署的停战协定 交战双方将北纬38度线定为军事分界线 分界线南北两侧各两公里以内的地区 为非军事区 停战后 尽管双方爆发过数次冲突 但是非军事区由于其特殊性 免受人为破坏 生态环境得以保护 目前这里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 据调查 非军事区内至少有259种动植物 其中不乏单顶客等珍稀候鸟 在韩国总统朴景会访美期间 闹出性骚扰风波的前青瓦台发言人 尹长仲今天在接受调查时承认 曾经摸过被害女性的屁股 这与其此前的申辩完全是相反的 韩联社评论说 性侵丑闻不但是让银场仲自己丢官丢人 而且还连累了整个的青瓦台 目前韩国在野党呢 已经要求青瓦台首席秘书集体辞职 并且呼吁朴景会要亲自道歉 朝鲜劳动新闻则连续两天 谴责称谴责 该性丑闻呢 是韩国总统高级随缘的可耻行为 意味着朴景会访美的失败 近来网络热词 中国是过马路 是网友对部分行人集体闯红灯的一种调侃 而在越南呢 很多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呢 练就了飞升跨栏的绝技 看着更是令人胆战心惊 在河内的大街上 行人为了节省时间 翻越隔离带的现象是随处可见的 他们穿过车水马龙的街道 飞升跨越隔离带之后呢 便会迅速的冲向马路对面 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 有些人跨越了隔离带的动作是十分的娴熟的 连越南的媒体都感叹说 这些行人是不是学过体操 越南民智网评论说 当地人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十分的淡薄 在河内很多的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呢 都是如同虚设 行人上演飞升跨栏绝技的情景 每天都会上演 新亚洲闻天下 感谢收看今日亚洲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